相信許多朋友們大概都知道 我們超時期 然後很多是上面會有一層我們所謂的優藥 那這一層優藥提供了不同的觸覺 不同的感受 色彩等等這些 那麼其中有關這個天佑的一個研究 大概是國內裡面難度最高的 那麼研究的人雖然很多 但是能夠成功燒得好的 那麼基本產生大概為數十分的稀少 那麼今天最主要大概就是以這個優藥來跟各位介紹 那麼其實在我們中國來講 它最主要是一個鐵釉 那這個鐵釉它在顏色裡面 最主要是黑色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基本 大概在優藥接地裡面是屬於朋友的系統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接觸過陶瓷期 大概也聽過所謂的青池 青池它基本上也是以鐵為發射地 但是它燒出來是以青玉色為主 那麼也聽過白池 大概是以白石土 那麼一般的透明釉為主 然後有一些還有殘魂的部分 那麼黑釉這一個部分以鐵為主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基本是在於它氧化鐵的濃度非常的高 那麼這個很高的中空底下 在燒的過程那麼會形成特殊的翻滾 這個特殊的翻滾 那麼十分的薄 在優藥的表面會形成的翻滾也很特殊 那我們中國大概從唐代 宋代一直到元代開始衰落 那中間失傳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那麼近幾年來 大概台灣、中國、大陸 大概都是幾萬人、幾千人在研究這個部分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部分 那在我們宋代裡邊 大概以劍展最有名 那它最主要的油滴肝 曾經在古文獻裡邊 大概以油滴、布好、字布肝 把這樣子的一個肝圍作為呈現 那麼東傳日本之後 大概他們就以這個天目為名 好,那麼 好,那在這裡面 剛剛提到的它氧化鐵的一個行程 最主要是在燒住的過程 又要會形成大量氣泡 那這個氣泡裡邊 它就會聚集了這個鐵粉 隨著氣泡往上浮 那麼最後會形成這個特殊的斑點 然後再加上搖火裡邊的氣氛的不同 這個搖火的氣氛 我們一般來講 在古時候燃燒這個木材 那它有時候搖椅片會產生氧化碳、低氧化碳 隨著它濃度的不同 會去影響到表面的這一層鐵 所以整個天目的一個表現 大概這裡邊 搖火的控制跟搖火的一個掌控 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麼在這裡邊 整個國內所有在研究的 大概遭遇到最大的困難 一個部分是六性的一個掌控 這個又要它燒高溫 時間長容易流 很容易這個作品低垂 然後壞掉 那 苦質的部分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各種不同苦 它跟幼藥裡面 會有互相交互的一個反應的一個作用 再來一個溫度的部分 溫度它會影響到整個鐵斑的形成 整個幼藥的融解的特性 還有我剛剛所提過的這個燒火的部分 那麼隨著表面細分 這個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甚至又是氧氣的一個濃度 的一個交替的部分 那麼非常難展 我曾經問一位理工科系方面的朋友 我請問他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在我設計出來 計算每一秒鐘經過我陶瓷表面翻過 有多少顆的氧化碳的原子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儀器 可以來幫我計算 目前得到的答案是0 沒辦法 那麼這裡邊 我初期在研究的時候 大概成功率大概不到5% 目前大概有許多朋友 有喝茶和使用天幕完了 大概也知道這個東西的固難度 那也知道說它燒製的成功率 都還非常非常的低 那麼目前我大概就整個在掌控的方面 我是從一個比較寬廣的領域 我從1200度到1280度 這個中間大概我設計了很多不同區段範圍 不同的生物速率 還有不同的搖火掌控 在初期掌控裡邊 我的設計的參數大概有4000多種 搖火的一個變化大概有700多種 那目前我大概整個實驗 可以整個的趨勢大概掌控的差不多 但是後續還有許多 包含這個鐵結晶班的部分 大概還有很多實驗要再繼續再做 那目前我大概所呈現出來的作品 媒體朋友有興趣的部分 我今天有帶了些許的小間的作品 那就還在會場 這一個金門旁邊那一邊 桌上那一邊 那待會兒各位朋友可以做一個欣賞 那麼這個以下的部分 大家很快就是看一下這個作品 摘血為近30倍的一個放大體驗 各位可以去觀察到 它整個基金班的特殊呈現的期限 那底下的部分 我大概就比較快的部分來修過去 那麽像這一個作品是比較特殊的 它是整個結晶到變金屬的一個標誌 大概各位假如有興趣 這邊帶著這個手機 裡面有手電筒的功能 然後過去可以打開 待會兒照一下 那這個是一些今天會場 明明的部分 傳出給的作品 嗯 那個人的報告簡短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